2023年6月29日,大脚星人理事会 你们的灵性向导和更高的自我与我们一起工作 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一者扬声传导 大家好,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 很高兴与你们联系 我们一直在花时间向你们所有人传递包含能量的信息 这些能量将推动你们更深入地了解自己之所事 我们知道你们在任何特定时刻可以处理多少事情 我们也知道用能量和信息压倒你们的缺点 因为我们之前已经与其他恒星系统的其他行星上的其他人这样做过 通过衡量你们吸收了多少 以及有多少人对我们和我们所提供的东西感到不知所措 我们知道你们已经准备好接受我们提供给你们的能量 我们也知道你们有自己的助手 自己的向导 自己的银河团队 以及自己与地球母亲和太阳的关系 你们总是会遇到关于你们的神性 你们的真实本性的新证据 但它并不总是持久的 换句话说 你们并不总能得到适合你们的东西 有些东西超出了你们的能力范围 其中一些会立即从你们的脑海中闪现出来 而另一些则对你们的逻辑思维来说毫无意义 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你们作为能量和信息接收器的效率 我们建议你们执行以下操作 放松并花时间什么都不做 听你们最喜欢的音乐 洗澡 出去走走 做你们喜欢的事情 即使是什么你们所爱的是你们内心所做的事情 你们想给自己一切可能的机会 从你们所获得的所有帮助中受益 我们发现最适合接受的两种状态是快乐的状态和放松的状态 你们有许多不同的方式来体验快乐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之为快乐的状态 例如你们有极乐和狂喜 当你们放松的时候 你们可以有点放松 也可以非常放松 对一个人来说放松的事情 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会很无聊 你们必须能够自己弄清楚如何进入这些状态 并且停止做事和停止思考也总是对你们有好处 你们并不总是需要完成一些事情 或弄清楚一些事情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或进入第五维度或天堂 放松心情 推迟今天不需要做的事情 对自己不要把所有要做的事情从清单上划掉 定期休息 依靠灵感和自发性 让你们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 以最大限度地提高你们的效率 和你们必须投入到某些项目上的时间 另外请记住 帮助总是在路上 有时这种帮助是物质的 有时是非物质的 但如果你们真的想从我们为你们提供的一切中受益 请遵循我们的建议 我们也在这里为你们的向导说话 当我们向你们提供这些信息时 我们是在为你们的更高自我和你们所有的帮助者说话 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所知道的 并且我们始终与他们合作 以尽可能最好的方式接触你们 我们是大脚新人理事会 很高兴与大家沟通 2023年6月29日 最高理事会 一起意识的力量 传导 Nadina Boon 一者 扬声传导 面对你们世界上的所有问题 请记住 你们的专注蕴藏着巨大的力量 你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哪里 你们的意识去向哪里 当你们如此清楚地意识到一切出了问题时 你们就会处于一种抵抗 推动 责备 与现状做斗争的状态 因此 我们会把我们的注意力 从那些对我们没有好处的事情上 撤回 我们会把它交给一个更伟大 更有爱心 更明智的力量来处理 调整 纠正 我们会把我们的注意力 我们的焦点 我们的注意力集中起来 意识到那些让我们微笑的事情 那些值得我们欣赏和感谢的事情 那些我们很高兴拥有 看到 注意到 听到 关注的事情 你们永远无法通过 保持对问题的认识来解决问题 无论你们多么大声喊出它是错误的 或者你们多么渴望改变它 如果你们想改变现状 你们就必须超越现状 你们通过撤回注意力 并不再将其是位如此重要的主题来超越它 你们可以通过想象它变得更好来超越它 你们可以通过相信更高的力量将其转变为对你们有力的方式 来超越 作为一个主权 自由 强大的存在 在你们掌控这个现实之前 你们是你们的时间 你们的情绪 你们的注意力的主人 在你们掌控外在之前 你们必须先掌控你们自己 因为当你们无法控制自己的内心世界 当外在仅仅是内在的反应时 掌控外在世界有什么用呢 作为一个强大 自由的存在 你们有能力集中注意力 有能力做出选择 有能力缩小范围 专注于一件特定的事情并使其占据主导地位 你们有能力选择你们想成为的人 你们想拥有的感受 无论如何 你们都有这个力量 无论发生什么 你们都有能力选择自己的感受 无论发生什么 你们都可以随时随地集中注意力并专注于你们想要的任何事情 没有什么是强加给你们的 如果你们不想要的话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在你们的体验中停留很长时间 但你们永远无法通过保持对某件事的认识和对它有多么错误的判断来摆脱它 你们永远不会通过交战赢得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会输 你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超越它 当你们做到了时 你们猜怎么着 你们看到更多的画面 你们注意到更多值得欣赏的东西 你们看到更多值得高兴的东西 换句话说 问题不再显得那么巨大 那么重要 我们理解 当发生你们真的不喜欢的事情 你们没有能力去改变或控制时 第一个倾向就是用你们的言语 你们的震动和你们的态度来对抗它 但这只会伤害你们而不是问题 这只会使你们下降到与问题相同的水平 使你们处于相同的震动频率 它会让你们处于问题模式 一切都是错误的 如果你们想疗愈 改变 改善这个问题 那么你们的注意力就会集中在性质更好 性质更愉快 谈论和思考主题更令人满意的事情上 我们并不是说否认这个问题 我们是说不要给予它负面的关注 不要用你们的负面能量来滋养它 因为负面的东西会滋生负面的东西 并因此而变得更多 你们是一位强大的创造者 你们的专注是你们为自己创造现实的方式之一 如果我们说 你们通过你们的焦点生活和体验生活 如果我们说你们生活在你们的焦点内 那么你们可能需要重新考虑 你们的焦点是什么 你们可能想要感受你们所关注的事物 如果意识确实是唯一存在的东西 那么无论你们意识到什么 都构成了你们当前意识的内容 因此它是你们活在当下的方式 外表上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的 所有的改变都在内在 所有的改变都是通过你们自己的意识 觉知 专注而发生的 当你们采用不同的意识时 你们就可以生活并体验它 你们对这个世界的体验确实是每时每刻的事情 冒 写 游戏 你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你们是这里的主人 不要让任何事情破坏你们内心的平静 不要让任何事情夺走你们的快乐 不再全神贯注 转向更值得你们的事情 这更多的反映了真实的你们 更多的证明了你们是多么被爱和支持 你们必须寻找这些东西 除非你们往那里看 否则它们不会突然出现在你们的视野中 你们必须做出小小的努力来转移你们的注意力 将你们的意识从一个主题转移到另一个主题 并且你们在这方面很熟练 所以不要介意这些问题 把注意力集中在你们可以赞美 欣赏 热爱 脸上带着灿烂笑容接受的东西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